幫大家懷念一下 因為這張賽道在我們近年的競速賽已經沒有比了 在我們職業電競年賽已經沒有比這張了 各位應該獲勝機率會高一些吧 維尼真的是蠻厲害的齁 除了在狙擊的功力了得之外 想不到維尼在跑跑卡因風也是如此的神速啊 楊宗穎說得好 沒有錯 其實大家如果還記得小魔女帝亞GN 當然就不用一房一房去找喔 只要大家直接找小魔女帝亞GN 那密碼就是自己猜喔 那一樣呢我們下一個 下一輪呢我們密碼一樣兩個字 英文的兩個字 五十以下 這樣夠簡單了吧 陳漢翔 我都跑月光了 你竟然才在第四名 你也輸太多了吧 陳漢翔 你也輸太多了吧 第四名都看不到前三名的車尾燈了 還好你最後有超過維尼 應該維尼有讓你吧 這個回合呢 宮崎呢是魯夫喔 魯夫殺我 魯夫殺我 好 同樣呢 各位呢 所以很可惜喔 那這回合呢 我們原本設定呢 如果跑贏魯夫的話呢 這個獎金從原本的十萬元提升到二十萬元 但是呢 大家還是沒有辦法帶走這些獎金喔 所以 今天呢我們競速賽的獎金呢 就沒有辦法勝出去了 很可惜 那我們接下來呢要進行的是我們 個人道具賽 一樣 然後呢